太后寿宴上 由我绣制的莲花云纹袍芙 生出了佛光 群臣皆跪拜 送太后之德 上感神佛 太后前修佛法多年 见之大喜 于是下令将我照至身边侍奉 从绣房离开的那天 天空阴沉沉的 似要下雨 初秋的风 卷起了一片将落未落的枫叶 在空中打着旋 最后还是落在一窝 小小的淤塘中 一向瞧我不顺眼的绣女兰桥 在院子里拦住了我 她平日里总是一副 被人欠了八百两银子的刻薄模样 而此刻 她却眼眶微红道 锦云的尸身 被扔到宫外的乱坟堆了 你知道吗 锦云是绣房最小的绣女 今年才十三岁 在五日前 被活活打死 昭华宫的领事太监周德海来的时候 甩着扶尘 一脸趾高气扬 她说锦云趁着给昭贵妃送织金牡丹锦袍时 偷了店中的首饰 按宫规打了五十棍 没打完人就没气了 咱家瞧着这剑臂的手法甚是娴熟 想来定不是第一次偷到宫中财物了 只是不知这宫中还有没有她的同党了 周德海扫了一眼众人 阴阳怪气道 话里话外 都直指绣房其他人 绣房上下 一时都静若寒蝉 连锦云的尸身都没敢凑近桥 生怕被扣上一个偷盗者同党的罪名 不知道 我平静地越过蓝桥 继续向前走去 奉劝你一句 你最好也不知道 秋衣微凉 垂落在我腰间的香囊流苏 也随风而动 这是半月前 锦云送我的生辰礼 上面的纹样是双尾锦里 鱿鱼池间 旁边还点缀着小小的金元宝 那锦里胖嘟嘟的 如他人一般 都是不大聪明的样子 他搂着我 在我怀里拱来拱去 道 青石姐姐 新的一岁 助你赚好多好多的银子 十三岁的他 脸上还有未退去的婴儿肥 一双眼睛圆圆的 目光澄澈纯然 像是这身宫中唯一 灵动鲜活的存在 而此刻 他已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连死都背负着 偷盗者的恶名 我走在去往慈宁宫的路上 脚步徐徐 身后是懒巧愤怒的质问 沈青石 锦云那个丫头 平时最黏你 如今她死了 你为什么一点都不难过 难过 我忍不住在心底轻斥一声 难过没有用 要让别人也难过才行 她就是那个秀莲花 能引来佛光的秀女啊 这模样生得也太打眼了吧 要不人家非要出这个风头呢 待在秀房一辈子 也只能当个秀女 到太后娘娘身边 没准能被圣上瞧见 飞上枝头呢 是啊 圣上是母之孝 听慈宁宫的姐姐说 圣上每月在忙 都会去陪太后娘娘礼佛呢 在去慈宁宫的路上 不时有小宫女 偷偷拿眼瞧我 窃窃私语 秀房的秀女平时 除了给贵人送衣服 平常不能轻易踏出秀房 因此与外界接触甚少 大多都是等到了年纪 或是记忆不如新进的秀女时 就领一份 还说得过去的银子 出宫养老 像我这般 被太后直接招进慈宁宫侍奉的 倒是头一个 到了慈宁宫 长是嬷嬷见了我 微微一愣 然后微笑道 你就是青石 我是太后娘娘身边的贴身嬷嬷 你可以叫我张嬷嬷 我俯身行了一礼 是张嬷嬷 张嬷嬷点了点头 倒是个乖巧的 老奴只提醒一句 太后眼里容不得沙子 莫要生出什么旁的心思 谢张嬷嬷提点 青石一定铭记在心 许是我乖绝的模样 让张嬷嬷稍稍放了心 她吩咐了我 以后要干的活和其他公归后 便进了内殿 而我被分配在慈宁宫的外院 负责洒扫庭院 以及外殿的家具擦拭 这天过后 我每日饮食就起 在卯食之前 将庭院扫得一尘不染 并将院子里的花都一一检查 该浇水的浇水 该添土的添土 半月下来 我原本白皙细腻的手 也变得粗糙起来 这对一个秀女来说 是极为要命的事 但我却丝毫不在意 只要能待在慈宁宫 我就能离伤害锦云的人 更近一步 而那些人也会有所忌惮 秋意欲深 空气中渐渐有了 萧瑟的良意 这日 我拿着掌饰摩摩的令牌 走在去内务府的路上 却被人拦了下来 正是那天来绣房查抄的周德海 他还是那副尖嘴猴腮的模样 瞇着一双绿豆眼 上下打亮我 眼中充斥着令人作呕的欲望 而后用尖细刺耳的声音道 青石姑娘 贵妃娘娘有请 来了 昭华宫 只见处处凋梁化洞 富丽堂皇 比慈宁宫更甚 贵妃殿中 地上铺的是多罗国禁凤的金丝之锦 如意文坦 空气中还有淡淡萦绕的沉水香 这香工艺繁复 原材料里还需极为罕见的青鸾应月花 一两香可抵万斤 看来这位昭贵妃正如传闻中一般 颇得圣宠 奴婢轻时 见过贵妃娘娘 娘娘万福 我屈身行了一礼 昭贵妃携矣在榻上 滋容圣雪 明艳又慵懒 她抬眸 漫不经心地打量着我 本宫前些日子 处罚了一个手脚不干净的奴婢 听说那丫头和你最是亲近 你还替她脸了尸身 是觉得本宫处事不当吗 那日 锦云被打死时 已是三更天 宫门已经关了 尸体只能第二天运到宫外 于是我托了相熟的小太监 打听出了锦云尸体的绽放处 然后趁着夜色 去见锦云最后一面 她被草草放在一块木板上 身上全是血迹 头发散乱地 护在她惨白的小脸上 除了后背的棍伤 她的脖肩 还有一道深深的紫青色淤痕 脑袋无力地垂在一边 像是被人扭断了脖子 如果真的按周德海所说 锦云是因为偷盗 而被处了棍刑 那这脖子上的伤 又怎么解释 更何况 我知道 锦云绝不会偷窃 只可能是她撞见了 什么了不得的事 被人灭了口 回禀娘娘 锦云与我相识一场 纵然犯下大错 奴婢也想全了她最后的体面 我赶紧跪在地上 做出诚惶诚恐的模样 昭贵妃眉梢飞扬 脸上的神情似笑飞笑 没想到 你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奴婢呢 她故意加重了奴婢两个字 我知道她在警告我 处死一个奴婢 对她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但我却好似没听出她的弦外之音 只是愈发惶恐到 奴婢不敢 昭贵妃闻言 像是来了兴趣 哦 你不敢 那你费尽心机走出绣房 是为了什么 莫不是想借着这副狐媚样子 勾引圣上 她从踏上缓缓起身 走了下来 脸上带着明艳的笑意 神情却十分残忍 下一刻 绣着属玉的玉铝鞋 狠狠地碾在了我的手上 疙瘩 空气中传来轻微的骨骼错位声 骤然而至的疼痛 让我瞬间白了脸色 但我拼命忍住 没有出声 昭贵妃轻笑 倒是个能忍的丫头 你既然不想老老实实地待在绣房 想来这首日后 也不用刺绣了 一旁的周德海见状 有些迟疑地开口提醒到 贵妃娘娘 她毕竟是太后宫里的人 那又如何 不过是慈宁宫的外院丫头 本宫罚便罚了 昭贵妃话虽这么说 但到底还是挪开了脚 你记着 安分一点 离圣上远些 不然 本宫就要你的命 那还真是巧了 我也想要你的命 经过昭华宫仪式 我明白 成为慈宁宫的宫女 只能让我暂时不被昭贵妃弄死 如果要为锦云复仇 那我必须让太后成为我的靠山 太后慈禾 每日都潜心礼佛 甚少出门 一月后 太后见到院中碧波莲缸中 莲花盛放 颇有些惊奇 此时已值暮秋 竟还有莲花盛开吗 看取莲花镜 应知不染心 太后笃信佛法 因此也醉喜莲花 身旁的张嬷嬷笑着回道 太后娘娘 咱们宫里来了个 很会养花的丫头呢 张嬷嬷原本因我的长相 对我心生警惕 后来 见我自从来了慈宁宫 一直老老实实地干活 甚至比其他宫女还要勤快 让干什么脏活杂活都愿意 便渐渐放下了戒心 太后继续道 哦 是哪个丫头 让哀家瞧瞧 文言 原本立于院子一角的 我擦了擦手上的泥土 上前叩拜 奴婢侵蚀 参见太后娘娘 太后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这模样 眉心一点红 生的是一副灌音像呢 侵蚀 哀家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替哀家绣制袍服 引来佛光的那个秀女 如今又在暮秋时节 令五色莲花接受绽放 想来是个有佛缘的孩子 哀家要赏你 可想好要什么赏赐 我垂手恭敬地谢过太后的恩典 然后道 佛光献世是太后之德 非奴婢之功 而令莲花盛放 更是奴婢分内之责 因此不敢讨赏 太后笑了 你这丫头 倒是惯会哄人开心的 做事又仔细 正无恙也生得讨喜 罢了 以后你就进内殿侍奉 和张嬷嬷一起吧 我心中微松了一口气 道 是 太后是两朝太后 先帝和当今圣上都是她的亲生儿子 她又久居深宫多年 我知道她其实未必看不穿我想要接近她的心思 只是她没有拆穿我 圣上来慈宁宫的时候 太后正在喝我做的山楂果子酿 近来太后的胃口欠佳 入口的食物不多 张嬷嬷担心她的身子 劝了几回 太后仍然进食不多 于是我便去御膳房寻了最新鲜的山楂 加了茯苓和桂花 做了果子酿 既酸甜可口 又有开胃健脾之效 太后很喜欢 就在这时 一道低沉而不识威严的年轻声音响起 儿臣见过母后 母后在喝什么好东西呢 可否让儿臣也尝尝 年轻的帝王 这一身暗欲紫色龙纹袍 手拿一把折扇 风姿俊秀 先连而来 我低下头行礼 参见圣上 入宫两年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圣上 一年前 先帝骤然轰逝 为留下子嗣 其胞弟三王爷 也就是如今的圣上萧巡 接任了皇位 改国号为天启 据说这位新帝登基后 雷霆手段 大刀阔斧实行多项改革 一改前朝击毙 哪怕身在绣房 也能有所耳闻 皇儿来了 太后的反应有点奇怪 说不上冷漠 但更谈不上亲切 明明是亲母子 却像是隔着一层薄物 太后道 青石 给圣上也倒一杯 你做的山楂酿 我 是 红色的液体 倒在透明的琉璃杯中 如红玛瑙般 晶莹剔透 萧巡尝尝了一口 微微阳醇 味道不错 放下杯子后 萧巡的目光 在我身上停了一瞬 而后又收回 听闻母后得了一个 颇为梯技的丫头 不仅能绣出 引佛光的衣袍 还能做出各种花样小时 逗母后开心 她虽笑着 我却莫名感受到 一丝警告之意 我正想着如何应对之时 太后便开了口 青石这丫头 与哀家有缘 我微微一正 萧巡却没再多说什么了 知道 既然母后喜欢 那就留着吧 母子两人又续了画画 半个时辰后 太后似乎有些乏了 萧巡见状便起身告辞 临走之前 淡淡瞥了我一眼 当芬扬的雪花 落满京城的时候 宫里出了一件 不大不小的事 据说 有个不知好歹的丫头 爬上了龙床 被当今圣上 扔出了寝宫 昭巡妃得知此事后 扒了那个丫头的衣服 令人在宫门前 众目睽睽之下打死 路过的宫女们 都低头不敢看 匆匆跑走 而慈宁宫中 却是一片祥和 近日雪大 太后更不愿意出门了 于是为了逗太后开心 我便扮作 说书人的模样 这一身压青色长衫 头上一顶圆帽 手中还煞有介事地 摇着一把折扇 太后娘娘见我这副扮相 笑出了眼泪 和张嬷嬷道 你瞧这丫头 鬼灵精怪的 张嬷嬷在一旁附和道 可不是 我却十分入戏 折扇一收 拱手行了一礼 诸位客观 正所谓情似昨日一梦 到头万景成空 今日我们要讲的故事 便是这引得 无数人未知 扼腕一叹的梅林玉仙 梅林玉仙这个故事 说的是一个 叫咬娘的善良女子 被攀附权贵的丈夫 赫生害死 埋在一棵梅树下 梅树赶其真烈 为其不平 便化为精怪 助她复仇 太后和张嬷嬷 都听得十分入神 情节激荡处 太后还追问 然后呢 那赫生怎么还不死 听到咬娘想要申冤 却被官差羞辱灵灭时 太后更是重重地 拍了桌子 真是岂有此理 事到艰难 对女子由慎 桌上放置的茶杯 都抖了三抖 而一向冷静的张嬷嬷 听到咬娘的悲惨遭遇后 竟还偷偷抹了泪 直到最后 听到赫生和那权贵之女 被砍了头 咬娘大愁得报 而梅树也因此功德圆满 飞升成仙时 两人这才长舒一口气 张嬷嬷抬秀 试了是眼角 太后见她这副模样 便笑道 不就是一个杜撰的故事吗 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 丝毫不觉 自己已经拍桌 拍得通红的掌心 和几次红了的眼眶 趁太后不注意 我和张嬷嬷对视了一眼 偷偷抿嘴笑了 许是故事里的梅树 打动了太后 她说 好几日没出门了 听说芳华院的梅花 开得正好 去瞧瞧看吧 芳华院中 梅花硬雪 暗香浮动 我和张嬷嬷 伴在太后两侧 太后娘娘 看着满园盛放的梅花 心情也极为舒展 这时 一声尖叫 划破了寂静的梅园 啊 救命啊 只见一个衣衫不整的女子 从梅林深处跑出来 脸上还带着伤 雪地露滑 她因跑得太快 狠狠摔在了地上 后面还追着一个太监 像是喝醉了酒 嘴里骂骂咧咧道 你这个小贱人 还想跑 张嬷嬷健壮 上前一步喝道 大胆奴才 竟敢冲撞太后 摔倒在雪地里的女子文言 缓缓抬起了头 只见她的脸颊两侧高高肿起 嘴角还有血迹 她发际散乱 头上别的梅花簪 也缺了一半 形容颇为狼狈 眼中却带着一丝不屈 婢女绣房绣女蓝巧 撰告昭华公领是太监周德海 请太后娘娘做主 而在她身后的太监 不是别人 正是那周德海 她似是没想到 为何太后会突然出现在眼前 膝盖顿时一软 便跪在了雪地上 太后娘娘大怒 圣上和昭贵妃赶到芳华院的水月亭时 周德海正被侍卫按在地上 一棍接着一棍地 狠狠地打在她后背及臀部 衣服已经被打烂 血流了一地 她的嘴被堵住 只能发出呜呜的惨叫声 昭贵妃见到自己的心腹太监 被打得血肉模糊 顿时脚下有些不稳 萧寻伸手扶住了她 然后望向坐在上手的太后 似是斟酌地开口道 母后究竟发生何事了 让您如此动气 不知是不是我多心 她的目光有一瞬间 是落在我身上的 太后冷笑了一声 道 哀家闭门多日 竟不知这宫中没缘 也能生出如此烟杂事 一旁的张嬷嬷 赶忙向圣上详细解释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秀女蓝巧去给昭华公送衣袍 周德海说贵妃娘娘不满意这次的秀养 让她一同去秀房重新挑选秀养 却在回秀芳的路上 经过芳华院时 被周德海拖进了梅林 欲行不轨 蓝巧不从 她便殴打辱骂 最后蓝巧拼命挣扎 才逃脱了出来 正好碰到前来芳华院赏眉的太后娘娘 便求太后娘娘做主 于是便有了当下的情况 昭贵妃闻言 指着跪在一旁的蓝巧 道 太后娘娘 这只是这个贱臂的一面之词 如何能信 蓝巧就这样直挺挺地跪着 丝毫不畏惧 太后娘娘明察 奴婢愿意一死 只求一个公道 太后眼皮微抬 语气中带着一丝冷意 昭贵妃 你是在质疑挨家吗 来人 把那些从周德海宫里搜出的脏东西 拿给昭贵妃好好看看 侍卫将从周德海处搜出的木箱打开 里面摆着各种形状的器物 尽是搓磨女子之物 见到这些 昭贵妃脸色一红 平时嚣张如她 此刻也是 孽如说不出话 萧寻眼眸也沉了下来 母后息怒 此事却是昭荣欲下不言之过 母后罚德士 就在这时 执行的侍卫来报 周德海已经完全没了声息 昭贵妃李昭荣 是当朝李相国之女 而周德海是她的家仆 从小跟在她身边 后来又随她一起进宫 虽是主仆 但情意却是深厚的 当听到周德海已死的消息时 昭贵妃先长的手指猛地攥紧 几乎恨不得立刻弄死篮桥 可是下一刻 太后的一句话 就让她僵在原地 昭贵妃 既然周德海已扶诛 此事就到此为止 但哀家提醒你一句 若是这个叫蓝巧的秀女 在秀房不论出了什么事 哀家都会算到你的头上 昭贵妃心中大恨 却还是低声道 婷妾知道了 太后站起了身 看都没看她一眼 挨家乏了 青石 你留下处理后续的事 我 是 我让人将周德海的尸体 运往宫外的乱坟堆 昭贵妃在婢女的搀扶下 跌跌撞撞地离开了 临走之前还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仿佛要在我身上弯下一块肉来 我却面不改色地目送她离去 贵妃娘娘 别着急 你很快就会再见到她的 等李昭蓉的背影完全消失在远处后 我扶起了一旁的蓝巧 在衣袖遮眼间 悄悄握了握她的掌心 而后又很快松开 蓝巧也回握了一下 如蜻蜓点水 见她有些站立不稳 便让护卫护送蓝巧离开 等到蓝巧也走了后 这原本喧闹的水月亭 只剩下一个人 当今圣上 萧寻 她收起了刚才所有的表情 此刻仿佛一个高高在上的审判者 坐在那里 轻敲折扇 看向我的目光里 似有深意 又似了然 半晌 她突然开口道 你这身装扮 倒是应景 我低头看去 才发现自己 还穿着说书人的衣服 当时讲完梅林玉仙的故事后 太后心血来潮 想看芳华院的梅花 我便没有换下这身衣服 而是直接随太后 来了这芳妃院 我低着头道 圣上恕罪 奴婢原本只想搏太后一笑 没想到碰上这等意外 萧寻文言 轻轻挑眉一笑 先是佛光 后又有莲花 逆时绽放 现在又恰巧碰上 梅园这处好戏 你身上的意外 可真不少呢 奴婢愚钝 不明白圣上之意 若有冒犯 还请圣上责罚 水月亭中 月光悠悠 有几片洁白的梅花瓣飘了进来 夹杂着幽淡的香气 萧寻用扇面接住了落花 嘴角带着一丝漫不经心的笑意 你不是愚钝 是心思太多 我疑惑看着圣上 似乎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萧寻却没在深究 而是折扇一收 站起身来向亭外走去 只留下一句话 你既然这么喜欢讲故事 那这身衣服就穿着吧 只是这故事如果讲得不好 当心你的脑袋 一日我去了绣房 娶太后娘娘新做的冬日袍服 绣房之中 一切还和我离开之前一样 除了原先 我和锦云住的屋子 那里住了新来的秀女 只见那两个女孩子 脑袋凑在一起 研究新的针法 其中一个脸圆圆的 和锦云还有点像 我一时停下脚步 多看了两眼 咳之 这时 旁边的屋子门打开了 一个脸肿得像猪头的女子 倚在门口 语气有些不耐烦 你发什么呆呢 还不进来 这熟悉的死样子 正是蓝巧 进了屋 我将一个瓷瓶丢给她 这是朱研究 对容貌恢复有好处 给你了 蓝巧接过了药 然后又阴阳怪气道 哟 不愧是太后娘娘身边的红人哪 出手就是好药 果然 还是和以前一样 和这个人说不超过两句话 就想吵架 我翻了个白眼 不要就还给我 蓝巧闻言 立马迅速地把药揣在怀里 给了我的 还想拿回去 没毛 看着她这副守财奴的模样 不知怎地 我有些想笑 半个月前 蓝巧找到了我 脸色沉重 又带着愤恨 轻时 害死锦云的 是那个狗太监周德海 在昭华宫前院 撒扫的小太监 是蓝巧的同乡 他偷偷告诉蓝巧 锦云那日 去昭华宫送衣服的时候 被周德海哄骗到一个偏殿 半个时辰后 才衣衫凌乱地跑出来 脸上还挂着红痕 昭华宫很大 锦云是第一次去 加上他当时魂不守舍 误打误撞 跑进了后殿之中 结果冲撞了昭贵妃 才被处死的 沈青时 你现在是太后身边的人 你能不能请太后娘娘 处置那个 害死锦云的烟狗 蓝巧问我 平时一贯 和我针锋相对的他 语气中难得 带了一丝恳求 我摇了摇头 不能 蓝巧闻言 顿时有些愤怒道 罢了 你如今在慈宁宫市 过上好日子了 自然不想烫 这趟浑水 那我自己去找 太后娘娘做主 说吧 转身就要走 我叹了一口气 拦下了她 证据呢 光凭你一面之词 太后娘娘 就会去处置一个 正得圣宠的 贵妃的宫里人吗 再说了 拦贵妃知道这件事后 难道查不到 你那个同乡身上吗 你是准备害死她吗 蓝巧迟疑了 眼眶通红 那怎么办 就让锦云 这么白白地死去吗 沈青石 你平时不是 总显得自己多聪明吗 这个时候 怎么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我顿了一下 蓝巧敏锐地察觉到了 问道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办法了 我有一个办法 只是风险有些大 等我说完计划后 蓝巧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坚定道 我觉得行 就这么办吧 我给了她两瓶香药 一瓶可以让人出现幻觉 一瓶可以让人 立刻失去意识 一切以你的安全为先 如果出现意外 没能等到太后 你就把第二瓶药 洒在周德海的脸上 如果见到了太后 记住 你表现得越真烈 越不怕死 就越不会死 你有根梅花簪 到了那日 便带着那根簪子 送周德海上路吧 蓝巧对着铜镜 将瓷瓶里的药倒出 仔细地涂抹在脸上 她平日里最爱惜这张脸了 沈青时 有了太后那句话 我只要待在绣房 就是安全的 可你怎么办 周德海是昭贵妃的心腹 她死了 昭贵妃一定会迁怒你的 虽说你是太后宫里的人 但她终究是贵妃 要出手对付你 还是很容易的 我笑了笑 就怕她不出手 她不出手 待在昭华宫里 那我还要想着 怎么接近她 她一旦出手 我才能抓住机会反击 蓝巧闻言 突然来了剧 要不你想想办法 让圣上带了你 你这张脸 还是有点优势的 我翻了一个白眼 要别光涂脸 也涂涂脑子吧 蓝巧闻言 气得拿起桌上的 胭脂盒子丢我 我熟练地闪身避开 临走之时 蓝巧在身后突然说道 沈青时 祸害一千年 你可被人随便弄死了呀 我才替锦云报了仇 可不想再替你报仇了 我没有回头 向后挥了挥手 知道了 也没有告诉她 害死锦云的人 不止一个周德海 夜晚 烛火幽微 我拿出锦云送我的香囊 里面有一小缕碎锦段 像是指甲刮蹭下来的 这是我当时查看锦云尸体时 从她掌心里发现的 在烛火下 原本暗青色的锦段 竟呈现出金色的光芒 暗夜流光 这种布料工艺复杂 又极为稀有 是玉刺之物 而本朝得到这赏赐的 只有三人 国公府世子齐悦 镇国将军培育和九王爷宵警 世子齐悦是太后娘嫁者 据说风雅无双 不喜正是俗悟 只好把酒问月 曾于上京 吴雀楼醉酒舞剑 潇洒至极 成了许多女儿家的春归梦里人 将军培育 是当今圣上 萧寻最信任的臣子 当时先帝骤然轰事后 正是他领着三十万飞云 骑驻圣上登上了皇位 据说他夫人跟人跑了 所以他一心在边境杀敌 以解心中愤闷 近半年才回了上京 而九王爷宵警 据说人淡如菊 在先帝轰事后 当初还是三皇子的圣上 以及七皇子 都纷纷向地位进击时 只有他待在府中 赏花斗鸟 这三个人 无论哪一个 出现在昭华宫的后殿 都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 想来 锦云就是撞到了昭贵妃 和此人在一起 才被灭口的 自从周德海出世后 昭贵妃被禁足一个月 正当人人都揣测 这位高高在上的贵妃娘娘 是不是要失宠时 流水般的赏赐 就进了昭华宫 除了宫人们 口口相传的帝妃情深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昭贵妃的兄长 也就是相国之子李景 去青州 江州和云州等地 巡言之时 替圣上收了五百万两税银 而在他之前 几名官员最多都只收上来二百万两税银 由于先帝沉迷求先问道 大兴土墓建造宫殿 导致国库异常空虚 而这次的税银 正好填补了国库 玉华宴上 昭贵妃一袭红色织紧牡丹文宫装 整个人显得高贵而妩媚 她掀长的御手 拿起精致的酒壶 缓缓给萧寻倒了一杯酒 她带着一丝交拥 轻言浅笑道 圣上 下月便是臣妾的生日了 臣妾想问你 讨见生辰礼 萧寻端起酒杯 微微抿了一口 薄唇微扬 一双精致漂亮的桃花眼里 似乎盛满了无限情意 能让荣儿特地开口讨要的 并不是一般的俗物 你说说看 想要什么 昭贵妃柔声道 臣妾想要一件金缕凤蝶衣 据说心境之人 秀出的金缕凤蝶衣 能引来真正的蝴蝶 之前青石就秀出了 能引佛光的莲花 想必青石必然是心思纯净之人 可否请青石 替臣妾秀制这件衣裳呢 太后闻言 眉头微皱 但她不好在众人面前 服了圣上的面子 只好先按那不语 昭贵妃这一招 既拙劣又歹毒 她上次在昭华宫 踩断了我的手指 哪怕后来养好了 也不太能做刺绣 这样精细的活 更何况 她将绣品与人的品性相连 若是我绣出的衣袍 吸引不了真蝴蝶 旁人也会暗暗觉得 是我心思不纯的缘故 一旁的萧寻听了 没说好或者不好 只是看了不远处的我一眼 道 青石陪伴在太后身边 已有半年之久 这刺绣一世不知 是否已经生疏 我垂手行了一礼 奴婢愿意一事 想要蝴蝶是吧 送你个大的 慈宁宫 太后娘娘叹了口气 青石 圣上当时没有直接答应 昭贵妃 就是给你留了个转环之地 你为何直接答应了 我一边给太后揉着肩 一边解释道 奴婢不愿意 让太后和圣上为难 贵妃娘娘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开口了 娘娘那刚立了 大功的兄长也在 所以奴婢只好 硬着头皮上了 太后娘娘点了点 我的脑袋 你呀 对于上风 漂亮话还是要说的 但我心里清楚 即使这次躲了 还有下次 昭贵妃既然想要对付我 随时都能想到办法 去太医署的路上 我揉了揉手指 希望能找到 见效快的药酒 让我在短期内 能重新刺绣 青石姑娘 圣上请您去圣明殿一趟 圣上身边的苏公公 在半路上拦住了我 我有些疑惑 我这还没有犯事呢 怎么突然就来拿人了呢 到了圣明殿 除了萧寻以外 还有两名男子 一个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眉目深邃 容颜如玉 身上却带着战场的 肃杀之气 另一个上蹿下跳 一身麻色不一 戴了顶帽子 好像一个江湖郎中 见我进来 萧寻贴了我一眼 眼里的神色不便喜怒 那郎中模样的男子 见了我 惊讶道 圣上 难怪你这么晚 还让老裴把我拎到这来 原来是有美人啊 萧寻冷声道 少废话 看看他的手 还能不能治 我微微愣住 居然是替我看伤的 圣上怎么突然转性了 那郎中一样的男子 一边掏出了针袋 一边嘟嘟囔囔道 怎么到哪都不让说话 真的烦 跟在老裴身边 他不让说话 到了皇宫 见了美人 还不让说话 真的烦 我听了 余光默默地 瞥向了站在一旁 沉默的男子 他身上穿的 正是暗夜流光 坐得宽秀长袍 原来他就是裴玉啊 看起来 萧寻极为信任他 宫门落了锁 他都能进宫 那他有可能是 昭华宫里的 那个男人吗 正当我暗暗思考的时候 一柄折扇 敲在了我的脑门上 力道一点都不轻 我吃痛地抬起头 对上一双 似笑非笑的眼睛 正是萧寻 他嘲讽道 别偷看了 人家是有夫人的 我在心里想 不是说 这裴将军的夫人 跟人跑了吗 许是我的表情 出卖了我 只见萧寻队 站在一旁的裴将军说 裴子环 你能不能不要 总板着一张脸 生怕别人 不知道你媳妇跑了 无辜躺枪地培育 我的手指被扎成了刺猬 江湖郎中说我的手 能质 但疼 这话真的一点水分 都不掺 我疼得脸色都白了 额头出了细密的汗 两个时辰后 我才觉得 重新活过来了 走出圣明殿的时候 萧寻对我说 轻拾 朕既然费了耐心 这故事要是讲得不精彩 就当心你的脑袋 一旁的培育文言 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那江湖郎中 则是怪叫道 圣上 你就这么对待美人 我心都要碎了 圣明殿中灯火通明 而我站在狼眼下 半个身子处在阴影中 我转身向萧寻行了一礼 奴婢知道了 那江湖郎中的衣术 果然比太医署高明许多 半月后 我将绣制的金履凤蝶衣 送到昭华宫 昭贵妃涂着 鲜红扣单的手指 捏起衣服的一脚 瞧了一眼 这绣房从前第一人的绣衣 就是这种水平吗 还是你审清时 故意再敷衍本宫 我低手道 那奴婢回去再重新改 来回反复三次后 张嬷嬷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她颇有些恨铁不成钢道 清时 你如今是慈宁宫的人 不要总是像个面团一样 任人揉搓 如是被人欺负 告诉太后娘娘就是 我乖巧地冲她笑了笑 没事的嬷嬷 这次应该能让贵妃娘娘满意的 我说的是实话 因为直到今天 才是完整的金履凤蝶衣 我知道 昭贵妃一定会对我 乘上去的衣服挑挑剪剪 所以在绣出大概成型的时候 便送过去给她看 果然 她每次都只掀开一角 就说不满意 与其等完成之后 改无可改 不如一开始就给她留下挑刺的空间 昭华宫中 仍旧点着一两千斤的沉水香 这次金履凤蝶衣不像往常一般 摆在箱中 而是被套在了与人等身大小的雌人上 衣媚偏仙间 万千金蝶振翅欲飞 更特别的是 衣上自带一股清香 并不浓烈 极清极忧 甚至压住了殿中的沉水香 让人闻之 心都为之一荡 昭贵妃都有些愣住了 她本是为了故意为难我 才让我去做这金履凤蝶衣 没想到 成品让她如此惊艳 不过 她还是啼笑肉不笑道 你这衣服上染得什么香 该不会有断人子嗣的效用吧 文言 我连忙跪下解释道 回贵妃娘娘 这是竹仙罗 衣服所用的丝线 用竹仙罗进过后 便会有一股清幽的香气 奴婢原想若要引来蝴蝶 除了绣花 还需一味香气 贵妃娘娘若是不信 可以请太医查看 奴婢纵使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谋害黄寺啊 招贵妃哼了一声 奴才呀 随即摆了摆手 让我退下 在我前脚出了招华宫 后脚贵妃身边的丫鬟 就去太医署请了太医 不止请了一个太医 而是三个 看来她是真的喜欢那件衣服啊 只可惜太医注定查不出什么 因为那件衣服 不是用来断人子嗣的 而是用来招风影蝶的 近来云州突然爆发了十亿 由于地处偏远 当地官员一开始并未重视 导致疫情蔓延及周边城镇 萧巡已经近一个月 没来慈宁宫了 这日 我给太后做了家乡的糖水豆花 太后很喜欢 用碗一碗道 圣上喜甜 清食 你给圣上送一些过去吧 圣上和太后这对母子相处 有些奇怪 在一起时 总感觉有什么隔阂 可有的时候 在细节处 又格外惦记对方 萧巡看到我带着豆花来的时候 脸上出现了难得的诧异 我解释道 太后娘娘体谅圣上辛劳 便让奴婢带些吃食送给圣上 萧巡闻言 哦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她的语气里竟还带着一丝压制过后的失望 她拿起勺子 慢慢挖了一勺 豆花洁白细腻 配着甜滋滋的糖水 她很快吃完了一碗 萧巡说 这个味道 很多年前她吃过 我心想 你可拉倒吧 这糖水可是我们家的秘方 还是加了料的 别的地方你能吃到 就见鬼了 春意欲盛 草木都发出了心芽 可是太后却病倒了 病情来势汹汹 太医前来诊脉 说是染了十亿 病榻上 太后脸色苍白地躺在那里 眼睛紧闭 时不时地打着冷战 症状十分严重 我日夜不歇地守在太后床边 给太后喂汤药 张嬷嬷在一旁红灼眼 替太后擦拭嘴角溢出的汤药 但是太医还是摇了摇头 跪了一片 而上次给我看手伤的江湖郎中 也不再上京 正从云州快马加鞭地赶回来 一时之间 慈宁宫上下愁云惨淡 宫中也已经默默背好了太后的丧仪 萧巡每日夜晚都会来慈宁宫的院中 我带着金帕隔着几丈的距离 和她用手比划着太后当天的情况 每次她都会沉默地点点头 然后哑着声音道 你自己也当心点 然而隔了太远 其实听不清她说的话 那日太后被诊出十亿时 她本想进内殿 却被人拦了下来 圣上有军报志 十亿已从云州蔓延至周边三个州县 边境北枪趁机来犯 大臣们正在圣明殿等您议事呢 一句话 让她的脚步缓缓顿住了 那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手段很辣的帝王身上 看到一丝萧索 内殿之中 汤药的苦味已经压制了原本营绕的檀香气 太后已经连续五日没有睁开眼了 此时内殿之中没有其他人 张嬷嬷也去煎药了 我趴在太后的床头 小声地说道 太后娘娘 我最近又看了几个好玩的画本子 你快点醒来 我讲给你听啊 太后娘娘 圣上就站在院子里呢 一个人孤零零的 可惨了 太后娘娘 你人这么好 一定会没事的是不是 太后娘娘 佛祖是不是没用啊 你那么虔诚 他们却不保佑你 白受人香火 真坏 说着说着 我的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 一开始 我只是想给自己找座靠山 这样才能替锦云报仇 可后来 在慈宁宫 太后和张嬷嬷 使真心对我好 就像我早时的母亲一样温和 让我不自觉的 也多了分真心 就在这时 一只带着弹箱佛珠的手 缓缓缓地放在了我的头顶 虚弱的声音 在殿中响起 你这丫头 怎么嗡嗡嗡嗡的 吵得哀家头疼 当芳华苑的花 争相盛放的时候 太后的病终于大好起来 昭贵妃穿着金缕凤蝶衣 十分招摇地来慈宁宫 给太后请安 臣妾参见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万福 太后娘娘面色淡淡 只抬手示意她免礼 自从太后诊出十亿后 昭贵妃一次没踏进过慈宁宫 现在来了 太后自然没有好脸色 不过昭贵妃也不以为意 她自持娘家背景深厚 而当机圣上也没有利后 所以后宫之中 除了太后就数她最大 她例行公事 一般问完安之后 便离开了 张嬷嬷在一旁迟疑地开口道 贵妃在太后娘娘面前 也未免太放肆了些 太后却悠悠道 无妨 她放肆不了多久了 近来宫中发生一件新鲜事 昭贵妃娘娘在芳华院中 饮得蝴蝶飞舞 恍若神仙妃子 哪怕未穿金履凤蝶衣 亦是如此 因为她身上有一股清幽的香气 不是任何香薰薰染的 而似乎是由内而外的 昭贵妃一开始很是得意 很快 她就发现宫人们看她的眼神有些不对 因为九王爷路过芳华院时 也引来了蝴蝶 她的身上也有种清幽的香气 和昭贵妃身上一模一样 渐渐地 昭贵妃与九王爷通奸的小道消息 在宫内疯狂流传 昭贵妃气地摔了昭华宫里 所有能摔的东西 还撕烂了那件金履凤蝶衣 只可惜已经晚了 在那件华丽的金履凤蝶衣上 除了有竹罗香 我还加了香丝藤 不仅能使香气更加独特好闻 还更加持久 穿久了 香味会渗透到皮肤里 而雨之欢好 今夜香容之人 也会沾染此香 要想不被沾染 只能事先服用清气丸 而清气丸难得 连听说的人都很少 我也只有三颗 其中一颗 还被话开放在了当时 给萧寻的豆花里 萧寻带着怒涩 来到慈宁宫时 太后正听完我新讲的 关于香药世家的故事 性质颇高 用了两碗杏仁茶 萧寻见状 只好强压怒怒 劝解道 母后 你身边这个丫头啊 性格刁钻 心思不正 母后 怎能将这样的丫头 养于身侧 太后放下手中的茶杯 不以为意道 哀家 就喜欢她这性子 萧寻 一夕之间 全清朝野 李相国倒台了 当李景 带回五百万两 税银的时候 李家就该知道 身居高位的帝王 再也容不下他们了 可他们却沉浸在 自己是为君分忧 乃国之重臣的大梦里 青州 江州 和云州等地的 李家势力 被连根拔起 李家南丁皆被斩首 家财被禁数超没 昭贵妃被赐死 我奉太后之命 端着毒酒 去送昭贵妃最后一程 短短几日 她的面容就消瘦了下去 整个人憔悴不堪 见我进来 她脸上带着几分音质 缓缓笑了起来 没想到 本宫竟然死在 你这个贱臂手上 你以为弄死了本宫 你就能做圣上的女人吗 我摇了摇头 狠狠抓起她的头发 将毒酒灌了下去 我从不想做圣上的女人 我只想为一个人 向贵妃娘娘 讨个公道罢了 这酒里 加了血食散 不会让人立刻死去 而是在喝下后 受拾心之痛 两个时辰后才毙命 招贵妃嗆咳了两声 捂住心口 问我 什么人 李锦云 那是谁 听到这里 我忍不住笑了 眼眶却通红 贵妃娘娘 就是那个不小心撞破了 你和九王爷 在后殿欢好的秀房秀女啊 你手上还沾着她的血 却连她的名字 都不知道吗 啊 血食散的药效发作 招贵妃吐了几口血后 便疼得在地上打滚 圣上 我要见圣上 她一定不舍得让我死的 我 我当初只是 其他不封我为后 才和萧景在一起的 但我从没爱过萧景 是她一直纠缠我 听到她死到临头 还在说这些 我一时不知该笑她蠢 还是觉得她可悲 李昭荣 你的脑子 是被什么东西啃过吗 你觉得圣上 为什么不封你为后 因为她从始至终 都没有想过 留你们李家 只是在她出登基之时 暂不能动你们而已 至于你不爱萧景 她也不爱你啊 她爱的是你背后 摊了半个大周的李家 她还妄想着 能借你们李家的手 登上地位呢 不过 你们很快就会在地下团聚了 昭贵妃闻言 瞪大了双眼 目自尽烈 不可能 是你这个剑壁在骗我 趴在地上的她 想要扯住我的衣角 我却越过她 向殿外走去 这一刻 昭贵宫中的沉水香 终于彻底燃尽 只留下曾经高高在上的贵妃 凄厉的惨叫声 回荡在宫殿之中 春花落尽 树梢上的禅鸣 送来了炙热悠长的夏天 那个在绣房中总是缠着我 为我吃糖糕 不停叫我姐姐的锦云 死在去年初秋 太后给了我半月休暮之期 我去到了锦云家所在的村子 本来缠绵病榻的锦云母亲 在听闻锦云死去的消息后 因伤心过度 也离开人世了 家里只剩一个瘸了腿的爹 和一个七岁的弟弟 他爹不过四旬的年纪 被却已经勾搂 见到我来 眼神里充满着警惕 你是谁 干什么来的 锦云的弟弟和他长得很像 小小的一只缩在门后偷偷看我 我将手里的包袱递给他 书 这是绣房给锦云的利盈 锦云之前被诬陷偷盗 因此没有利盈 而如今冤屈洗刷 绣房按照最长年限发放了利盈 锦云的父亲文言先是愣住了 继而捂着脸 嚎啕大哭 四十岁的男人 哭得像个小孩 俺就知道 俺闺女绝不可能偷别人东西 我悄悄将另一个木匣子 放在他们门口 里面是我传的全部银子 还有锦云 还没来得及送给弟弟的秀师 回宫的路上 我碰上了一个好看的神经病 他总是聊一些我听不懂的东西 什么赛波朋克 梁子纠缠啊 什么天空之外是更宏伟的宇宙啊 什么东西 我一脚将他踹下了马车 他又屁颠屁颠地爬上来 朋友 你去上京 我也去上京 正好同路 你带带我吗 等到了以后 我必有重些 我瞧着他 这副都比脸都干净的模样 只觉这是个香了金的骗子 他见我一副不慎信任的模样 连忙道 真的 我姑母可有钱了 到了上京后 我才发现 他真的没说谎 他姑母是真有钱 毕竟是太后 太后娘娘 突然心血来潮 要给我止婚 青石 你觉得挨家的哲如何 张嬷嬷在一旁搭枪道 老奴觉得世子爷很好 模样长得俊俏 性格还好 最近他老来咱们这儿 那天老奴一瞧 世子爷和我们青石站在一起 般配得很呢 我认真想了想 觉得还是先不成亲 虽然我和齐悦 那个神经病 好像还挺能玩到一起去 她每次捣鼓出什么新玩意儿 都拿给我瞧 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但太后经过上次感染 十亿后 身子愈发不好了 有时候 晚上睡不了一个整觉 嘴里还会迷迷糊糊地喊 阿渝 你别跑那么快 母后要追不上你了 萧渝 是先帝的名字 先帝不爱上朝 爱恋丹问道 有人说 先帝之死 就是吃多了丹药 也有人说 他是被自己同胞弟弟 也就是当今圣上害死的 当然 这些都只是传言 真正的真相 早已被封存在了当事人心中 大家唯一知道的是 自从当今圣上萧巡登基以后 对内修整贪腐 肃清励志 对外稳定边疆 加强贸易 至此 大洲愈发昌盛繁荣 圣上不知道从哪听说 太后要给我止婚的消息 趁着夜色 将准备回屋的我 掳到了静花阁 双脚离地的时候 我的心都快从嘴巴里跳出来了 等我稍微平静下来的时候 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我们这位圣上会武功 还是个高手 夜空寂静 站在静花阁三十三层阁楼上 仿佛离月亮都近了一点 萧巡看着我 眼里是令人看不懂的情绪 她说 听闻母后要给你止婚 你若不愿意 朕可以替你回绝这门亲事 我 圣上 我愿意的 萧巡脸色慢慢沉了下来 你才认识齐悦多久 你喜欢她吗 若你只是想要找个靠山 为什么不选真 我确实没有很喜欢齐悦 但我也不讨厌她 而且和她在一起时 我不用时时刻刻担心自己的脑袋要掉 如果非要和人成亲 我想我是愿意嫁给齐悦的 当初要找靠山 是想替锦云报仇 而如今 我只过自己的小日子 是不需要靠山的 我想了想 决定还是诚实到 因为圣上这座靠山 山峰险峻陡峭 山中丛林横深 不是我一个无权无视的奴婢 敢攀 或者说 是能攀上的 萧巡文言 冷笑了一声 你当初为了一个小秀女 就敢伪造祥瑞之相 接近太后 诛杀贵妃 如今到镇这里 就是千万个不敢 不能了是吗 你看 这个宫里 没什么事 萧巡不知道的 她这样静静地看着 看着昭贵妃 看着九王爷 看着我 各唱各的戏 然后决定是否出手抹杀 于是我决定换个话题 圣上 当初你说 既然我喜欢讲故事 就努力把故事讲完 如果不精彩 你就摘了我的脑袋 如今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你还想摘我的脑袋吗 云层穿透了月亮 为其蒙上了一层青纱 萧巡顿了一下 缓缓说道 你写的故事结局 我不喜欢 那就再换个话题 我笑了笑 听闻陛下要立后了 当所有的障碍被扫清 属于萧巡的朝代 才真正开始 后宫众人 也将纷纷登场 成为平衡前朝的棋子 而我没有筹码 也不愿入局 萧巡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原本锋利如刀削的脸庞 在月色下 也柔和了些 仿佛只有一刻 又仿佛过了许久 她才轻吃一生 你不愿 那便算了 你的故事高开低走 不算精彩 但真不想要你的脑袋了 这三十三层的净花阁 你自己一人慢慢走下去吧 一年后 太后病逝 临死前 给了我一道一指 可护我一生富贵自由 我出宫前一天晚上 萧巡让我给她 再做一次豆花 她说 在她还是三皇子时 在外游历 曾路过一家豆花店 那天 正值除夕 各家店铺关门都很早 长长的街道上 只剩一家豆花摊 还亮着灯 那摊主 夫妻俩 也正准备收摊回家 只见 英朗利落的男主人 扯着嗓子喊道 阿时呢 一个穿着红色花棉袄 扎着两个喜庆小辫的 约莫五六岁的小胖姑娘 像磕炮弹一样 从隔壁香料铺子 窜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本摆香谱 嘴里应道 阿时在这呢 她健壮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走到那家豆花摊前 问道 请问还有豆花卖吗 那夫妻俩都是好人 见她一人除夕夜 还在外奔波 便爽朗道 有的 最后一碗 送给客官了 小胖姑娘 在一旁学舌道 送给客官了 送给客官了 很是可爱 豆花也是小胖姑娘 端给她的 走近了 才发现 小胖姑娘 眉心有一颗 小小的红质 灵气动人 却不妖野 小胖姑娘 悄悄在她耳边说 漂亮哥哥 我偷偷给你 多放了一勺糖水 可香可甜了 她尝了一口 确实香甜 所以她记了很久 她启点赞 请不吝点赞